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就没人敢称自己是第一了 一档成员全部为30家女星的节目 用脚趾头想也能够想得到 节目组想做什么 然而事情呢 却没有按照节目组预想的方向发展 反倒是榨出了好几个解中金瓜 而万倩却在金瓜当中脱颖而出 成为了第一金瓜 首先在宣布参加乘风破浪之后 半个娱乐圈的人都来加油鼓劲 紧接着下一步 一手敬你把她捧上了热搜 清清冷冷的样子 抱着一把吉他 用有磁性而有叙述感的声音来唱完歌 淡然下场了 在所有的姐姐美艳上场的时候 她背着吉他淡雅登场 一开口却惊艳了众人 就这样无数的迷美尖叫 找到了新老公 就连原唱许飞都对万倩的表演形式 表达了钦佩 也不知道为什么 万倩这一段行云流水的操作 是怎么看怎么迷人 出大问题她姐居然有心动的感觉 而在新的一期 万倩又展现了总共的温柔 我们都是在一起的 女人是可以帮助女人的 她情绪不稳定这一点 其实还蛮可爱的 她姐姐笑着说是这些话呀 我总是觉得酸酸的 可以的宝贝 你学得很好了 说着还轻轻地拍着哭泣的海露 她姐真的想要问一句 这是什么温柔霸总剧情呀 伴随着迷妹的尖叫 万倩一跃成为了姐中第一金瓜 鸡圈天菜 但是潇洒的舞台给她带来热度的同时 也带来了质疑 不红的她凭什么 作为不红的演员是什么感觉 会忙什么 在知乎这样的一个问题之下 万倩进行了实名的回答 以下作为节选 可以过上平常的小日子 可以花更少的钱 报公共的学习班 完成自己喜欢的兴趣 可以琢磨各种手艺技术 将生活的一点一滴渗透到角色的身上 还有我们的所见和所感 才是锻造演员人格魅力的真火 万倩在这个问题的评判之上 好像有着不同于大部分艺人的标准 对于红与不红 她其实并没有非常的偏执和强求 甚至在不红的光环之下 她活得更加的自在 她会学画画 会学吉他 会过一个普通人应该有的生活 她把不红定义成了自由 不红的万倩 就连结婚生子也没有声势浩大的举行 2017年万倩用一条小视频 公布了女儿的出生 不红的她 微博底下全都是粉丝和网友的两句脸 我又住这男了 但是在不常谈论私生活的万倩的微博里 却有这么一个话题 那就是她拍 里边都是一些摄影师丈夫 为她拍式的照片 这大概就是万倩独一分的秀恩爱的方式吧 她姐只好独自下柠檬了 在摄影师丈夫的镜头之下 万倩是一个她自己最满意的平凡人的样子 活泼可爱 鬼马精灵 对于爱情 她也跟我们有着一样的憧憬 你说你期待的感情方式就是简单的 那么怎么理解这个简单呢 她说宠我就行 对于感情的简单理解 也是对生活方式的简化 不红不仅是过着像普通人一样的生活 不红在万倩的心里 更是一种简单自由的人生态度 在乌鱼横流的快时代当中 万倩可以算得上是一股清流了 这样的特质也体现在了她的童年里 别的小朋友都是乖巧懂事小可爱 只有她三天不达上房接瓦的皮实劲 然而父亲只能够准备了鸡毛胆子 才能够制住她 万倩出生在一个军人家庭 父亲爱唱歌 偶然发现年幼的她有天分 就要求她在院子里边每天吊嗓子 练小提琴 虽然害怕父亲 但是万倩还是会为了逃避练琴 偷偷的把琴枕给掰断了 爱在墙上画画 被骂了以后就边哭边在墙上画画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之下 万倩不仅成为了唱歌的好苗子 还养成了倔强叛逆的性格 高考那一年 在没有和父母商量的情况之下 万倩拿着老师帮忙打印的证明文件 只身去了上海戏剧学院 虽然也是艺术院校 但是万倩并没有报考自己擅长的音乐专业 而是选择了表演专业 对此万倩表示 就是叛逆想要逃离家里人的管束 家里人要我怎么样 我一定就反着来 但出乎所有人预料的是 万倩这个没有学过表演的小姑娘 竟然会以专业课第一名的好成绩 进入到了上海戏剧学院 在一档专访当中 她姐看到了万倩招生老师 李千鹏回应的一段话 那年招生考试也是千鹏留校第一年 跟着去当招生老师 那天万倩一上来 千鹏就盯住了 这个孩子两个眼睛就跟兔子一样红 得了红眼病啊 这孩子特别锐气 像一杆枪似的 站在那 她无所畏惧 我眼睛红 那无所畏 该唱就唱 该跳就跳呀 该朗诵朗诵 一点也不扭捏 一点都不在乎 这挺吓人的 一般小姑娘有红眼病 那上来肯定就是对不起啊 我老师啊 今天怎么怎么啦 她一点都没有 特别严嘛 你知道吗 而且还不搭理我们 也就是这个像一杆枪一样的小女孩 一踏入校门就暗暗下定决心 要和戏剧纠缠到老 当时是奔着老艺术家的路走的 想要在舞台上面演一辈子的戏 从2002年到2006年 万倩一直都在话剧舞台上面 积累着能量 在还是学生的时候 就三次作为女一号 代表了学校 分别参加了 罗马尼亚香港和美国举办的 国际戏剧节 对于舞台剧痴迷到了一种极致 就连在毕业之后 人人为吃饭发愁的时候 万倩还是选择了 在舞台剧的舞台上活动 要知道 在当时啊 舞台剧的收入实在是微薄 2005年 她在国家话剧院演出怀疑 2016年主演荒原与人 获得过文化部话剧百年 全国剧目展演的金奖 因为收入实在是无法支撑生活 万倩的舞台剧生涯才告一段落 只好是签约了音乐公司拍摄影视剧 用她自己的话来说呀 我一直都想留在舞台 但是穷 就是因为太穷了 穷得叮当响 不出去干活就养不活自己了 就得问爸妈要钱了 但是这事我干不出来 但是和舞台剧需要的外放表演不同 影视剧的表演更需要内敛 和舞台剧的磨本子 长期排练才能登场不同 影视剧里边总有一些 粗字滥造的剧本和角色 也就是因为这些问题 万倩曾经怀疑 自己是不是不适合演艺圈 像普通人一样 那个时候的万倩也很恐慌 可是恐慌了一段时间 她就选择了另外一种方式 来结束这种恐慌 报班学什么呢 学画画 学吉他 学射箭 学攀岩 还有玩游戏 我就想 与其搁家躺着 不如去做一点 能够让我丰满起来的事情 也就是在这个时候 万倩在魔兽世界这个游戏当中 成立了工会 虽然还比不上传说当中的五大工会 但是已经足够让我等小菜鸡 膜拜了 但是是接入转机 就在2012年万倩独挑大梁 主演了电影柳如世 柳如世是情怀八艳之一 不仅是有才学的青楼女子 更是心中有家国有男子乞丐的家人 为了演好这个角色 万倩不仅自费学习昆犬和古琴 还研读文言书籍翻阅史料 人中柳如世 世如柳中人 就是这样 我们才能够看见一个兼具着腐媚与英气的柳如世 眼神迷离 身形曼妙 但是却又富有诗书 2016年 在你好疯子里 万倩又凭借着一人分饰七种人格的片段 获得了大批网友的关注 然而想要诠释好这一部分的长镜头 谈何容易啊 万倩在确认出演之初 就做足了功课了 不仅翻阅了大量的医学相关的书籍参考文献 从晦涩难懂的文字当中揣摩着人物的复杂心情 还从24重人格等文学作品当中寻找灵感 这一段五分钟长镜头的独角戏 这场戏她前后共拍了32次 拍完之后还因此肌肉撕裂 主拐两个月 但是最经典的还属《军中乐园》 2013年在《军中乐园》当中 外界饰演了茶室适应生 妮妮 电影乐影她台词不多 但是气质出众 无论是以难回望还是转头轻撇 不是艳俗 而是干净的风情万种 妮妮在剧中是被减刑 被迫出卖身体 在狱中和儿子打电话的这段戏里 那种心酸和无奈 被万倩表演得淋漓尽致 凭借着这个角色 万倩获得了金马奖最佳女配角 连导演纽承泽都忍不住的说 万倩是上帝的礼物 从这开始有人评价万倩是 随物复行演什么像什么 这句话大概就是说 对一个演员的最高赞赏了吧 她姐也相信 这样的万倩终究会成为 她想要成为的青年艺术家 会演戏会唱歌会画画会谈吉他 还会打游戏 有男友厉害温柔体贴 怪不得万倩能够被称为 姐中第一金瓜 不争不抢不执着 于红与不红的迷宫里 无论是在失业一样的恐慌里 还是在工作应接不暇的时候 万倩都有一套自己的应对法则 顺境不堕 逆境不妥 但如果真的有人就不红去逼问她 万倩也绝对不会选择逃避 有勇气选择不红是一种底气 不红只是别人的定义 在乘风破浪的采访当中 万倩就收到了这样的提问 你对红这件事情怎么看 万倩没有扭扭捏捏 避重就轻 而是直视对方 并且迅速的抛出一个问题 你觉得什么是红 随即又回答道 红都是一时的 演员最后还是要靠作品说话 采访者 毅力净不该示弱的 又抛出一个问题 你觉得不红是不是意味着不成功 万倩没有过多的思考 就回答道 红可能是意味着更好的资源和市场 但是没有这些 并不代表我不可以成为一个好演员 什么叫做成功呢 我没有办法真的用流量来定义她 对于一个又一个的问题 万倩不假思索的回答 是她的敏锐 也是她的自信 我得到的任何东西 那都是对我的奖赏 这是她的底气 也是她对自己的肯定 不红对她来说 不是枷锁 不是定义 而是一种更加自如的生活方式 她的坚韧 她的自如 她的底气 和灵魂的厚度 这是让她在节目当中的一开始 就受到了来自于宁静 沈梦辰 金沙等人欣赏的原因 万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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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她的喜爱和夸奖 而是一个接着一个 万倩既受得住别人的夸散 也扛得住别人的打击 她也经历过事业的低谷 刚刚进入到影音圈的时候 舞台剧和影视剧的差别 让她很难获得认可 此时的万倩 并没有过度的迷茫 而是选择了充实自己 她就像是一只 畅游在大海当中的鲸鱼 沉稳 安静 但是却有着惊人的能量 她永远都知道 自己要什么 要怎么去生活 哪怕是在迷茫和恐慌之中 她还在2007年和2010年 分别发布了两个专辑 获得了第十四届 东方风云榜的 十大金曲提名 在万倩不红的生活当中 她不是那个冷静的 一丝不苟 棱角分明的细部 而是一个有着温和光环的 普通有美好的女人 一个怀抱着女儿的妈妈 一个在家钻研修手机的 硬核女孩 她的成绩 她的美好 和她的受到的夸赞 我们都是有目共睹的 或许她确实没有生活 在别人定义的红之中 可是她自己已经活成了一抹明艳的红 花繁柳密处 拨得开才是手段 疯狂与及时立得定 方剑脚跟 就像是敬你这首歌里边唱的一样 我敬你满身伤痕 但是还如此认真 山水迢迢还奋不顾身 我敬你万千心碎 还身躺一稳 乌云滚滚 还走马上刃 我敬你泪流成河 还如此诚恳 身死茫茫 还心怀分寸 我敬你人去楼空 还有刀有盾 落叶纷纷 还独自上阵 万千就是用一种奋不顾身 但是轻装上阵的态度 在世事分杂当中站立脚跟 用一腔勇气和满心的坚持 赢得了她应有的赞赏 只要想去做 那就去做就好了 我们或多或少 都生活在别人的定义里 可能在别人看来 现在的你应该求稳定 应该结婚 应该懂事 但那要怎么样呢 面对乱人眼的诱惑 和条条框框的定义 不如去反问 所谓定义的合理性 感受一下自己的选择 面对现实的打击 和人生的迷茫 不如懂得感受生活 学会积攒自己的底气 希望无论现在 处于什么阶段的你 都能够拥有着一份淡然 保持自如的生活态度 这样的你 也终将会拥有一份底气 足够你去反问 去质疑 足够你去打破别人的定义 吃瓜不断 娱乐不停 感谢大家关注 缤纷娱乐秀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频道 那么请给出您宝贵的赞 并且记得订阅我们的同时 不要忘记了点亮 订阅右边的小铃铛 这样你就可以在第一时间 收到我们的频道内容了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拜拜